6月7日何佑君在微博晒出 姐姐何超营过大礼的豪气现场照 金银珠宝堆满屋 豪气程度直逼皇室公主出嫁 何超营新穿传统礼服和老公亲吻超甜蜜 现场起码八对龙凤酌 三条大金链以及若干金器相当豪华 不过只是走个行事 明年何超营生下孩子之后才到国外举行圣诞婚礼 何超营穿上传统中国服饰 怀孕变得臃肿的他似乎忍受不了天气的闷热 弟弟何佑君在旁为他煽风降温 港门还报道称 这次何超营过大礼的家装超级好 除了现场的奢侈品和金器 还有价值5亿港元的独立别墅 以及1亿港元首饰 这样的家装实在让人太羡慕了 赌王家族喜事多 何佑君也向西孟瑶求婚成功 两人明年会举行婚礼 当天西孟瑶也晒出现场照 并祝福何超营 爱你一直幸福下去 西孟瑶还意外曝光了自己的运度 虽然他用围巾遮住了部分小腹 但是这个腰身明显是怀孕的样子 之前西孟瑶就被偶遇 何佑君一起看婴儿床 像是真的怀孕了 要提前给小孩准备东西 据悉当时西孟瑶二抚摸一下肚子 对肚子非常紧张 西孟瑶明年才办婚礼 这么急着看婴儿床 加上今天这个运度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怀孕了 祝福西孟瑶了